许多人到处去玩都是看风景名胜 有好山好水的宜兰却推出以人为风景的旅游 透过宜兰各行各业达人们的分享 体验人和土地的温度带您了解 其实很多国外观光客来到台湾都觉得 台湾最美丽的风景是人 许多人到各地去玩都是去看风景 现在宜兰推出不一样的旅游方式 用人文景致成为旅游的重心 既有认识更多在地的人事物 体验新的旅游感受 做出像琥珀一样美丽的荆棘蜜舰的达人说 在过往大家到蜜舰工厂 就是看到一大堆铁皮屋 但我们今天重新把它调整成 像外国的农庄一样 就像我们去到一些酒庄 可以在里头看到很多水果的展示 很多水果的艺术品 现场辉号出微笑土地书法的达人 其实是铁工厂文物馆的创办人 虽然铁工厂因为新式工业的兴起而落寞 但历史却保留下来了 乡下人觉得好东西 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 那我们常常觉得游客到我们那边去 常常都是走马看花 老是在表皮上这样混了一层 其实没有办法达到那种精华的地方 藉由达人们与土地的连结 体会旅游中人的温度已真诚 不过老实说我们总觉得客人来没有达到 因为其实客人选我 我也想要选客人 那我也是希望客人来到这边 真正能够把我们的东西带回去 让大家比较多人来认识这个村 然后将这个村带动起来 其实不会累啦 很高兴 透过巨蟹达人带路与分享 体验他们的生活 旅行带回的将不再只是风景 还有满满的故事和感动 新唐人亚代电视高建仁 吴亦晴台湾台北报导